好 刚刚我们把鞋过的这两大问题给解决之后呢 接下来要请到C老师帮大家解决的就是靴子 对 靴子的那个会皱褶的部分 对 然后刚刚摄影师还在问我说 那个靴子会怎么样 通常呢 如果你没有鞋撑的话 你会发觉哦 冬天穿完 等到明年冬天再穿的时候 鞋脖子这里就会有痕迹 对 会变形 然后就不好看 对 然后像我的习惯 我有时候是塞报纸啊 或者塞那个什么那个宝特瓶 对对对 然后可是你又觉得 第一个 宝特瓶的长度不够 对 然后报纸呢 有时候它吸了吸槽之后呢 那个湿气反而会在靴子里面 而且还有油墨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式 自己做出可爱的鞋撑 麻烦老师了 做这个靴子其实鞋差不会很难 首先要准备纸型 那纸型我们到时候会破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对 然后再麻烦大家download下来 然后还有就是 通常如果说像这种纸型啊 有些人会用那个透明板 然后我们家就是也是很精神 所以我都会用 就是像我们那个礼盒 礼盒的纸数我们都丢掉 对对对 但很浪费 所以我们都会就是 你把它print out 下来 然后黏在比较厚一点的纸板上 或是用定数金顶 然后再把它剪下来 就变成纸型 然后我今天的纸型是含缝分 然后我的缝分是在0.7公分左右 那我今天就已经先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做 两片长型的 然后两片与身体一样的耳朵 一样颜色的耳朵 对 然后两片耳朵是不一样的颜色 还有就是我们还要再做鼻子 鼻子我们也会 比较特意去做别的颜色 这样五官会比较立体就对 对 会比较可爱 那我们今天缝的时候啊 因为它大概0.7 那如果说你在家里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量一下 画一下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像 天使妈讲的随便缝 基本上我们是会用平针缝 因为它会有圆弧的部分 所以我们建议它的那个 平针缝的时候密度小一点 例如像这样子 就是它的这个密度要均衡一点 小一点 这样会比较漂亮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用家里的缝纫机缝的 翻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缝好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因为它圆弧有个特定 就是我们要剪牙孔 我们这样直的方式剪 但是不能剪到线 你的圆弧度在翻到正面的时候 会比较漂亮 这我没听过耶 就是这样缝起来有圆弧度嘛 翻过来的正面它的圆弧会有点 会平整 对 所以你现在说剪的这个牙孔 是为了翻过来 圆弧度会比较美观 那等一下我们在那个身体的部分 也会再说明 然后翻过来以后 因为我们要先做耳朵 因为我们耳朵要藏在身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先做两只耳朵 它就是翻面以后 然后我们再可能用一些圆滑的东西 把它撑开 对 把它撑整齐 然后再利用熨斗把它烫平 然后做完以后 它这边 因为我们耳朵如果这样平平放 其实是OK的 但是我们如果想要让耳朵 比较kawai一点 或比较活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小遮脚 哦 让它有那个立体的弧度 对 那小遮脚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这样子我们大概这样对着 然后再有点曲度 因为我们缝分是在0.7 所以我可能在0.5的地方 就给它固定住 到时候0.7的时候不要让它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喔 它其实很简单 底部把它往内收 折起来 然后就把它缝起来而已 对 可是这样子你会发觉 它比我们平面的耳朵 多了活泼跟立体感 然后就是我们只是固定住而已 所以可能就打个结 对 然后打个结就OK了 然后剪下来 然后两个小耳朵OK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固定在我的布上面 是 然后就是我们的正面对正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老师你在把这个版型做好之后呢 对 其实你耳朵那个左右对称的部分 对 你已经先做好mark了 对 所以这时候你耳朵只要在上面就可以了 固定上去 对 固定到位置 好 那我们耳朵就是在那个 我刚刚做记号的部分 然后正面对正面 然后我的定义是说 这个是正面 是 然后用珠针先固定住 哦 耳朵的位置就有了 对 另外一边也是 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要缝身体 然后我们刚刚有说过 身体是用两片布组合的 那我们就拿出另外一片 然后一样的我就把它对齐 一样用珠针 先固定 对 大怪固定 因为像我们用拆封车的时候 这样比较不会跑点 那如果说你们家里没有拆封车 就可能辛苦一点用那个 就是手缝 手缝 然后用平正缝 然后好 那我这边有 云安麻烦帮我收起来 一个半成品 半成品 这就是缝好的 然后记住 因为我们要翻面 所以我们要留一个叫做 反口的部分 可是为什么反口 你是摆的这个地方不是 因为在圆弧的时候啊 我们如果留反口在这边 我们到时候再回长针缝的时候 那边很不好缝 所以我们必须 反口要留在那个直线的位置 那等于就是说 我在收回去的时候 它那个长针缝会很顺利 而且很漂亮 然后长针缝 就是大概留个五公分左右 因为而且这个还有三米花 好 那我们刚刚是有说说 我们要剪牙口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弧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剪一个牙口 大概是快接近那个 转弯的地方 转弯的地方都要剪 对 因为它这样子翻面才会漂亮 可是我们不能剪到线 因为它如果剪到它线的话 它就会断掉 对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 差大概0.1公分左右 然后两面都要这样子剪 因为你到时候翻面的时候 那个弧形才会出来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翻过来它会怎么样的不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翻面 就从我们刚刚这小洞 那因为我很懒惰 就是我的那个反口 我通常都留很少 因为我这样长针缝 可以缝少一点 所以在那个反口处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蒸几次 要不然你很容易这边就会裂掉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在缝的时候 是有弧度的嘛 对 那我们就是一样的 用东西给它吐一吐 吐漂亮一点 把每个地方的弧度都撑出来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塞棉花 然后塞棉花就是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塞棉花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次一大腿 就是慢慢塞 两侧的时候 还有塞棉花的时候啊 像这个饼的圆端啊 还有你的这个 这个叫做咖啡棒 搅拌棒 搅拌棒 这很好用 其实我们是没有在买 那种特殊工具的 那一样麻烦你就帮我们塞 好 那这边就是我们塞到保的 那塞到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这边有一个洞洞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长针缝的方式 他开完盲长没有缝 对 那长针缝的部分啊 应该大家之前都有学过 那我们就是像城堡 盖城堡一样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的方式去把它缝合 然后让就是看不到 显的部分 然后这个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随便缝 这要缝漂亮 对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缝 长针是一上 到对岸去 到对岸去 通常长针缝是用单线缝 好 这个再麻烦 天使妈妈很缝 好 OK 它是随便缝的呢 没有 这我会缝 然后这就是完全缝好的 那因为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这颗鼻纸 鼻纸我们是要用缩针缝的 把它变成一个圆形的鼻纸 然后塞棉花的方式 好 那就是刚刚子行也有 这是一个圆形 那缝针缝的方式就是 真的是随便缝 大概是在0.5或0.7左右 然后就是很随性 然后针目要大 因为到时候它这样才会缩得起来 如果你针目太小的话 会很容易卡卡 所以针目的意思就是 那个每一针的尖矩啊 对 这样子比较大一点 那这边我已经有缝缝好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变成立体的圆形 所以我们要塞棉花 那不然 我从我肠子里拉一些给妳好吗 因为我刚把它用完了 来我肠子再给妳看 然后三棉花的时候 可以用虎口 因为它比较是平面的 而且那个 我大肠没有 所以我们可能用 你很容易笑肠喔 笑点低耶 蛮好笑的 是真的很好笑 对 然后用虎口的方式 不要再笑了 我塞不下去 然后我们就是一点一点 这样子用虎口这样塞 把它塞成圆形 然后再拉紧 然后再继续塞 好 OK 好 多了 我再塞回去了 然后这个是塞好的 然后拉紧 然后这边把它拉紧 然后打死结 就会变成像一个 小圆球 这边要用双线 因为可能会容易断裂 所以要把它双线 然后好 那拿出刚刚的那个棒棒 把它固定 就是这个背面 稠稠的部分 我们就放到正中间 然后可能先用珠针给它固定 这样会比较好缝合 然后一样的 就是我们只要把它缝合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只要不要看到针线都可以 就是用固定的方式 就是一面鼻子的布 然后再一面身体的布 然后拉紧 先缝把它缝起来 对 就是尽量不要看到线线 把它缝一圈拉紧 是 对 好 那这就是缝好的 其实那个小熊的形状已经快出来了 对 有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秀那个笔纸 那我们今天是要准备秀线 然后秀线的话我会准备三条线 一束秀线里面它会有六根 那我们通常我是选择三根 三根的方式 然后穿到那个针里面 直接这么粗就一起用就对了 对 第一个它会比较快 然后第二个它就会比较美观 那是穿好的那个秀线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要画它的那个鼻子 那我们会先做一个记号 就是大概画一个小鼻子 就是把你要的这个图案 对 先用 这是消失笔还是一般笔 这是那个摩擦笔 其实摩擦笔 文具店买的摩擦笔很方便 你只要画上去 然后熨斗烫一烫 或吹风气吹一吹它就消失了 而且它很便宜 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就是要缝它的鼻子 就是用秀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有结嘛 所以我可能会从这中心点穿下去 因为等一下会改掉 所以我就这样子 噢 那个线头把它留在鼻子中间 对 待会会被左右左右的盖掉 对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 这个做法就是它先把图形画出来 对 接下来就是用线左右左右的 把那个三角形给涂满 对 它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还蛮快的耶 它真的蛮简单 而且它这个很可爱 那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缝它的这个像微笑 然后这边就是利用那个回针缝的方式 一样把那个 微笑 对 就是我们就是要小心一点 就是 出针的位置和起针的位置是一样的 然后好 那最后一针 你真的有点急啊 它最后针啊 那个熊吹好变成这样 我还 然后 因为这个 我们还有藏线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这只要打一个结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直接藏进去 然后从另外一头传出来 然后用力一拉 头不见了 线头不见了 好 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对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鼻子的造型 以及它的嘴巴 有感受到那个感觉吗 如果说你们时间比较多 可以慢慢封 封精致一点 像我这次之前缝的就比较漂亮 对 比较精致 嘴型比较完整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有准备小眼镜 那我今天是准备半圆球的 那如果说你家里没有半圆球 或者是说你喜欢用扭克 一整颗的 扭克也可以 对 扭克可以替代 既然是用 半圆形的 用圆形就好了 对 最好的朋友 保力楼姐 嗯 就给它 要不要帮你挤 另外一颗 对 然后因为我是喜欢它 因为它眼睛在两侧 在鼻子两侧 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适当的 有些人喜欢在头上面的也是OK 看你 有些人在头 我还想到兜肌眼神 可是之前 我看过一个布洛克 他其实 眼睛是画在头上 其实很爱 然后我们就是 要左右对称 对 有对称吗 你刚刚嘴巴已经歪了 现在眼睛OK 有对称吗 有了喔 有 OK 然后最后一个 太要上腮红 那我今天给它上一点橘红色 就用棉花棒 然后沾一下 在适当的位置 这样沾干 轻轻拍的方式 好可爱喔 好 那就完成了 这样颜色就很漂亮了 对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 自己在家动手做 对 而且可以设计 自己喜欢的小熊 哇 太好了 这样子呢 两个老师已经把我所有鞋柜的问题 他都帮我们解决了 那当然 刚刚老师有讲到 针对我们这个鞋撑 我们所有的尺寸啊 纸型 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Facebook 或者彼科邦 搜寻Live的生活 看我们这一集 就会把这个纸型 PO在网络上 跟大家来做分享 再次的 谢谢我们的天使妈妈 谢谢我们的Selly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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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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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